那么武党及社工出身的先议员杨华美 23号下午 这是在建国路花农人行道 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邀请了多位公民团体等贵宾上台助讲 杨华美上台致辞的时候表示 将带着人民监督的力量 不被权势利益而绑架 继续的来寻求连任 为人民的公平正义发声 挑战连任之路我无所畏惧 因为有你们跟我一起并肩同行 华联武党籍先议员杨华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23日上午在英语中进行 邀请阿莱卡宏木香古籍乐团开场 印尼共学团的舞动 还有Kiss乐团的裙摆摇摇 为杨华美加油打气 没有地方师生人物站台 但却有一群公民团体的重量级贵宾鼓励 我们趁着这个机会也送给华美 走正道 平良心 做口恩 华美继续的要求文化局 要做各种的公听会 要创造我们花莲的民众 公共参与的机会 这是不是人人就是杨华美的最极致的表现 华美当上议员以后 根本就没有忘记我们 她还是想着新住民 她远远是我们的靠商 我们的娘家 原来花莲还有希望 有一个是议员的议员 不是像议员 她真的是一个议员 她真正的把议员的角色做到了 这是我对长期对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很绝望的人 重新燃起希望 所以我今天愿意在这里 她看到了社会处跟卫生局 互相劈鼻球 互相不做事的态度 她让这个单位统一在卫生局 是不是可以给杨华美一个掌声 近四年的表现 众多公民团体和新移民姐妹有目共睹 包含新建图书馆的发生 花莲出草季自治条例诞生 打贯1800万元入计经费 花莲长照服务整病 沙滩车问题 以及为生长者争取权益等 曾经有个年轻人来跟我讲说 我也想选举 那我很怕我自己会被改变 她这样就问我 那尤其我们也在现场了 我跟她说 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 你已经对很多的是非价值 你都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的时候 你要被别人影响 拿钱拿什么给你 你都不会被改变 那我相信我自己 我也知道我自己 我要的绝对不是金权利益 我要的只是公平正义 我们习惯人民不是老大 人民是被支配 而且被迫接受所有的施政作为 但是这是正确的吗 这是合理的吗 那怎么改变 我要怎么改变这个现象 公民政治这件事情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绝对不是我杨华美的责任 你们投票是个老大 但是投完票之后呢 你们要为你们自己选到的一员 选到的人 你们要承受那个结果 你们要自己负责啊 但是 所有来招我承请的民众 哪怕他不是投给我的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把人民的事情 作为第一优先 我很希望 跟我走了四年八年的所有朋友 大家一起在努力 因为这个选举 如果靠我一个人 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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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幸运 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年 放出钱出力出时间 协助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 参与这个选举 打着这些选招 这是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的 但是我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们做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杨华能 你们是因为 要有一个充满希望的花年 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让花年有改变 我们要让花年的政治生态更干净 我杨华美就是概括承受所有一切 这个 大家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拉票 出刀票 拿第一个票 好吗 好 社工出身 从素人到现议员 三次的竞选总部成立 杨华美都有得到小马的祝福 象征马到成功 今年抽到2号的无党籍 现议员杨华美至此哽咽表示 今年不但要成功连任 还要冲破5000高票 持续以干净清白 理性问证的风格 站稳议会 让所有人不敢轻忽公民的声音 记得讲方言 华联士报导